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手机电脑前的您有兴趣合作的话 可以联系我的email 供候各位的联系 如果你有什么希望分享或者不满不爽想吐槽的事情 你也可以同样发到这个邮箱 或者在平台的私信功能中联系我 我将从中挑选出一部分观众 以匿名或当事人议员的情况下 公开姓名的形式在这个节目里与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也请多多点赞 订阅 转发的形式支持我 这将会是这个平台继续持续更新下去的根本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Joseph Jo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29日 陕西咸阳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一男生穿奥特曼服装被保安阻拦后发生争执 据知情人张同学称 该同学出现在校园墙公布 已多次出现在校区 当晚围观的同学较多 保安担心引起混乱 想让该同学尽快回宿舍 争执期间 该同学问保安是不是不相信光了 保安大叔回答 不信 这则消息我最早是在QQ上看到的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滑稽 在我以下评论开始之前 我先声明一下 作为一代从小看奥特曼长大 至今还在关注远古这家公司的一名成年人 并且在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国外文化思想有一定理解的人 我以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且世界观的理解 做出以下评价这件事 那首先呢 迪迦奥特曼这部作品 确实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但它有它的局限性 包括之前奥特曼影视系列的空窗期 偶像演员的参演 优秀音乐的编曲与制作 新年代新世代的新技术 新思想的碰撞 那这都让它成为了荣获98年 1998年的新云奖的多媒体类的讲座 那我们会看一下 能获新云奖的多媒体类别的作品 最高都是什么等级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 斯坦里库布里克监督的发条城 乔治·卢卡斯监督的星球大战 新希望 李德利·斯科特监督的疫情 还有营疫杀手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 尼尔布洛姆坎普监督的第九区 那我之所以不说小说 还有漫画一类的获奖名单 是因为我知道在座的部分 试图要挑我次的听众 他们的阅读量或者阅读的偏好那一类 那必然不会触及到这些名作或者家作 那我即使爆出来 他们都不会认识 只会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就好比我在大街上跟人提起 上长荣、石敏这些人 那大多数人绝对都是不认识 而且不屑一顾的 但懂的人就马上会肃然起敬 那是一个道理 那话题回到迪迦 那迪迦本身呢 作为96年的作品 1996年的作品 在1998年获奖 它能代表的是 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 2004年大陆正式引进 并且在中国上海首映 上海先开始放 这其中呢 已经有至少有六年的落差 那我当时家里呢 已经有电脑上网了 那我在电视台播完前 就已经看完了迪迦的全集 我当时的感悟是什么 我当时的感悟是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影视作品的 技术力和想象力 为什么还赢不了 日本1996年的作品 为什么还赢不了 日本1996年的作品 那个时候已经是2004年的时候了 我们赢不了1996年的作品 那后来过了很多年 我慢慢 我慢慢就是理解到 这不是我们做不到 是我们不愿意 不屑于 不接受 去做这一类的那种作品 因为我国当时和日本的差距 不是技术力 而是整体思想上的自我约束 以及我国传统的保守教育 日本经历了多次当代社会的动荡问题 包括金融 社会的公共认知 技术突破导致的新旧几代人的生活工作习惯的相抵触 这都是当时我国还没有经历过的 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本质上就是加快缩短中国和国外的文化落差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认为香港人 台湾人与大陆人不一样 大陆内的广东人 上海人与其他地区的人又不一样 那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被鄙视的感觉 那这就是社会环境导致的思想上的落差 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基本全国通往了 那地区之间的交流呢 不再是某地来了有钱人 来我们城市了 带来了许多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那已经不是这个年代了 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 那但是呢 在生活上的思维逻辑 那依旧会有近十年的落差 这一起学生穿成迪迦 被保安驱赶的是 那我看到的就仿佛是 先生能打扰你几分钟 请问你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吗 又或者是拿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 然后怼在你脸上的那种 那这些事物本质上都是好的 他们都是希望人心向善 朝着更友善且正义的方向去发展 而正义这一种说法 我觉得有一种说法 就特别的生动形象 是什么呢 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 在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前提下 提供你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就是正义 在超市帮个子矮的 购不到商品的人 拿高处的商品 给皮肤划伤的人一片创口贴 帮助问路的人找到他们要去的方向 阻止一个人犯错 并试图帮助他解决他目前的困境 这都是我以上提到的 包括迪迦欧他们宗教信仰在内 那真正想要传达的他的初衷 这个事物的初衷 但让某些人把这些事情看成了唯一的时候 把它当成了一个唯一的东西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恶心人了 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极度无知 又或者是有些人甚至是明知故犯的程度 因为他们追求的 不过是利用善良的口号 满足为自己的某些自私自利的欲望 而做出的举动 那所以你是不是不相信光了这句话 在那个学生嘴里就显得特别可笑 他问的不是当代人对正义的认可 更多的只是表面形式上的认同感 他只是希望 我能跟你是一帮一起 就是想法是一块的 他只是想要有个认同感 那每个人 他的想法就是 每个人都应该拿着一本圣经 每个人都应该拿着一本红色小册子 那但保安的那句不信 那并不是当代社会对优秀品德的背弃 更多的是我国目前社会的状态的精辟阐述 这一顿在不同频道上的博弈 是我国后生代的悲哀 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快点认识到这个时代与信息的落差导致的思想差异 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掉 真正的了解到 狄家 圣经 小册子 带给我们的 究竟是什么 由于篇幅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只做五间版的了 那没有碗间版了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你可以点赞订阅 以及转发的形式支持我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箱或者私信语音功能 留言给我 我是Joseph Joe 祝你有好的一天 我们下周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